《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 《風雲谷》 更多謝各位加入《風雲谷》中的《風雲匯》 正所謂是《風外有風》 就是《雲外有雲》 或者《風》是《風雲谷》的《風》 《雲》是《風雲谷》的《雲》 《風雲匯》就是 不是《文匯報》的《會》 是《四海匯聚》的《會》 《谷》呢 你可以說谷谷的《谷》 《風雲谷》就是《聽堂》 《風雲匯》就是 雙人房 雙人房 是吧 並不是說彈工藏 不要說這些 兩層的架構 非常多謝各位加油 多謝 多謝 現在這樣的時勢 各位這麼鼎力支持 令我們非常之感激 尤其現在 香港各行各業各方面都需要 四方人人君子救助的時候 香港的電影 香港的飲食業 香港的旅遊 香港的消費 連香港的特首都知道 整個香港現在 可以說 不可以說洪運當頭 其實是大冷當前 那些人才 資金 乳血 BNO 雞飛狗走 所以 破天荒 自從香港 1841年 開埠以來 第一次 是由No.1 就是 相當於港督的第一號人物 親自出來推銷 拍了一段短片 在網絡都是非常之流行 我討厭政治 不要理會他推銷 拋頭露面 這個是誰 我們就片論天 就戲論戲 好像看一套毒舌大狀 不要說那麼多政治 就是說 這個叫做人物性格 情節和聚事 主題 這套是否好戲 我們是由廣告學 Marketing那裏 先看一看 好吧 Hello from Hong Kong a world city like no other extends the warmest welcome to you be inspired by new opportunities new facilities new experiences and so much more come and rediscover Asia's world city for yourself see you in Hong Kong 好了 這裏呢 就只是頭那一段 大約20秒鐘 就是英文片 嘩 真是耳目一新 首先呢 就是要讚一讚 我們香港的特首的超過 真是很有勇氣 是吧 那就是以他一個 華人畢業 和這個叫警察 然後步步調整 做特首呢 就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拋頭露面呢 是做了香港的超級影像 推銷員 那 彭子 第一次的 我也知道 很多那些人不妥 他 或者私底下 對他有偏見 百搬馬虎 又說他不夠英俊 但是你說他不英俊 但是你說他不英俊 一樣很多 師奶都說他英俊 對不對 那你說 肥媽 或者肥肥 那些美不美女 那大把 在這個 蘭桂芳 很多的外籍人士 都說我們肥媽 是一個可以挑逗的野火對象 肥肥就不用說了 一出來就開心了 好 就片論事 是 就是 鮑偉聰你是電影界資深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透這十秒 英文部分 就片的製作 和演出 導演編劇 那方面你覺得如何 用回 不要說我是用編劇角度 我們用回 Marketing 或者廣告的角度 其實任何的宣傳片 或者任何的短片 什麼都不要說 第一講 我們要問 究竟你想帶出什麼的訊息 或者叫主題是什麼 那當然啦 這裡當然是銷售香港 那但是你銷售香港 你都要有一個角度 我們叫angle去銷售 香港這麼多東西 是吧 這個 上至這個 這個 太平山頂 下至這個 海洋公園 什麼迪士尼 甚至什麼美食 這麼多樣東西 那你用一個什麼 包裝方法呢 這些通常我們在編劇 或者教學生的時候 都要首先問 其實你想說什麼 或者你想帶出的主題是什麼 因為所有的內容 編劇1014也好 廣告1014也好 就是 你所有的內容 或者裡面的技巧 是要服務的主題的 好了 那我們看完這條片 那我問回你們 你們覺得這條片 除了我們叫銷售香港之外 它的角度 或者主題是什麼 你們想不想到 角度很豐富 我們看到 那個鏡頭對著李家超 這裡一個角度 那邊的角度 精密一個角度 然後有一個角度 是兩邊的耳朵 好像如來神掌放飛劍 很多支飛劍都射出來 沒錯 剪接 剪得很明快 我講剪接位 不是死牛一邊 看得正 好像我們風雲谷 我們沒有錢製作 對不對 一剪過 我也想上面一個top shot 側面一個 然後背影 沒錯 陶先生 你帶出重點 你也拍過電影 你也做過導演 厲害厲害 你試試跟攝影師說 這場戲 上、中、下、前、後、左右 360度 要齊 我要齊所有鏡頭 你猜攝影師會跟你說什麼 我不知道 四個字 粗口來的應該是 意思就是這樣 我講解一下 其實一條短片也好 或者拍攝一場戲也好 如果你什麼都要 或者什麼角度都要 那就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裡面的訊息 就變成不清楚 還有令到人含運 我叫做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條片 我先不講 什麼它的表現 咬字 或者根本 那些中學生水準的 剪片方式 那些不討論 我先講主題 就是我看到這條片 就是很貪心 或者是 它只是不斷在講 香港好 香港正 香港很吸引 你們快點來一樣 那我打個譬如 就是好像 我介紹 《毒舌大狀》這套 近期很Hit的電影 我介紹一下 陶生你去看 這套戲正 很好看 好刺激 或者好 令到人 大快人心 那你究竟 這套戲好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好像電視台 那些飲食節目 那些傘仔 走去日本 那裡試菜 或者即時 炒飯兩味 那它就 嗯 嘩 好味啊 好口感啊 一個叫好味 一個叫好口感 好味和好口感 是非常抽象的詞彙 還有在一個 這個畫面那裡看 我沒有辦法 傳遞到你這個 叫好味和好口感 好到哪裡 所以這個叫 新聞 傳媒電影 在大學裡面 叫傳理 就叫communications 傳理就是 最緊要我把message 好像交波 交得準 交到你手上 是 這個叫好感 好正 香港總之一定好 是吧 以前有一家叫 一定好茶樓 你知道嗎 是吧 是吧 叫便宜吧 搬屋 當然要便宜吧 是吧 要不就是 你一浪接一浪 找以前的 涼天 或者燒涼那把聲 是吧 一鍋 蓋過一鍋 這樣就令到人 好像打樁一樣 入腦 所以如果是這一隻 你所說的 沒有一個實物 去代表香港好 就不如採用便宜吧 那個方式 嗯 但是 我當我向你學習 沒這麼說 那就是說 香港有什麼好呢 那就是那些 老生常談 手掌眼見那些 海港維境的 明信片 還有 藍車 高鐵 M加博物館 跟著迪士尼 這些 我們叫做 景點 或者叫賣點 那就不斷 就全部扔出來 那其實這些東西 在國際上 不是一件 香港獨特的東西 譬如藍車 很多地方都有 沒錯 澳門都有 高鐵也有很多地方 那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通常我倒轉說 不要只是批評 譬如以往一些宣傳某些國家城市的影片 譬如新加坡 那我記得 新加坡 它都有類似的拍攝技巧 不過它很強調美食 譬如說那些海南雞 又或者那些串燒 又或者那些燒海鮮 那些 那條影片雖然有其他 魚尾絲 那些 或者是美酒店的照片 但是它大部分 它會針對 在一個美食的角度 去吸引你 如果你看過 泰國的宣傳片 亦都是 有一條影片 如果大家在網絡上看過 就有個女生 好像這個 就來憑死 就說 因為她去完泰國之後 就這樣了 原來她反轉 就告訴你 原來她去泰國 原來就玩很多刺激的玩意 吃很多好東西 然後夜夜生歌 玩到根皮力盡 所以才變成這樣 它是用一個反諷的方式 但是它主要就是用 主題是什麼呢 泰國是充滿刺激 刺激就是這個 這條影片的一個 主題 那它就服務了 作了一條條 就是你以為那個女生 被人 不知 施暴 或者被人不知做什麼 原來不是 她去完泰國之後 因為刺激 所以她就會這樣 這個二十年前 董剛做特首的時候 香港 這個叫做主權移交之後 都推過一輪 這個叫做銷售香港 那時候 怕國際覺得 這個香港 由中國管治 會變成另一樣東西 所以那時候 叫做動感之刀 是的 沒錯 或者那時候的口號叫做 Asia's World City 亞洲的世界城市 那時候是有一些國際級的公關 跟她搭 還有還有一個揮號 你記不記得 一隻紅紅的 飛龍 一條飛龍 很貴的 飛龍就是符號 但是很貴 好像八九百萬請人 是的 整個這樣東西出來 Asia's World City 這三個字 我又不知道每個字是多少錢 但是這些這樣的字眼 和這些揮記 和這些符號 是經過心理學家 精心設計的 嗯 這個叫做動感 就是你要把香港的動感 表現出來 是的 動感就是主題 剛才這條片 就不是沒有動感 我覺得 超哥的眼眉 這樣 一高一低 那個動感 我覺得一流 是不是 好像過山車一樣 這樣 這樣 這個勝在自然 我剛才這樣 這樣 就叫做人工 太刻意 他不是 他講話的時候 開懷大笑 自然那條眼眉 就一上就下了 這個 你不要告訴他 我們勝在 叫做真 是吧 就是你做回自己 是吧 所以從香港來說 一是你給他一條紀錄片 真確給他 我記得很多年前 有條電影 叫做《蘇斯王的世界》 50年代末 這個美國 名稱威廉何頓 他是飾演一個作家 這個作家 走來香港找靈感 我記得他剛剛 到了香港的時候 那個導演 是用那個叫做 Point of View 他的視點 去走這個叫做 灣仔街市 是吧 然後左望右望 拼來拼去 拼來拼去 他就看到街市那些 青菜 街市那裡 小販賣東西 是吧 然後走來走去 哇 周圍那些舊樓 那些招牌 是吧 這一堆的符號 是來自美國 和英國 紐約和倫敦 是看不到的 走走走走 咦 看到有個小販 拿著一條蛇 原來那條蛇 是不是吃蛇 是不是蛇膽 那些全部都是 非常之有動感的 和香港特色的符號學 嗯 那有些人說 喂不是喔 這個叫做等於 張藝謀灑狗血 或者叫做莫言的小說 向西方暴露 這個叫做 香港華人文化 骯髒辣碳和噗噗的一面 這個是自卑感 是吧 但是那時候的香港的街市 確實是充滿動感 那些人雖然是吵吵 當街是叫做湯魚 湯雞 這個唯一是你自己的香港特色 其實呢 就不是說纜車 可以說現在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東京 東京那個夜景不漂亮嗎 我最近去東京 人家有個鐵塔 是不是 東京鐵塔 用這個名字 拍了兩套電影 一套紀念一個母親的 一個故事就是男女愛情 這些符號影像 再加上那個東京 就有一種 不止是文藝氣息 而且有一種人性的聯想 沒錯 最近這個字 是非常之 hit 就叫做聯想 是 你也知道 中國人社會 一旦掀起文字獄 這個叫做魯迅都說 阿Q 看到這個叫尼姑 不是說是光頭 看到他一折手臂 就立刻想起女人的身體 想起女性的身體 就立刻聯想起 叫做性行為 這個中國人的聯想 是可以很恐怖的 是 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但是呢 你如果用在推銷marketing 好像這段片 那個聯想 似乎 是可以貧乏一點 沒錯 陶先生 其實剛才你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政府 他認為可以推銷的東西 以及外國遊客 認為香港吸引的東西 兩者並不相等 有一個真實的例子 是聽過的 一些日本的朋友 他說其實來到香港 他不是來玩迪士尼 對不起 東京的迪士尼 比你好玩很多 巴黎有迪士尼 第二 美國 這個叫做 LA和Orlando 都有迪士尼 什麼太平山 山頂 他們都不敢有興趣 什麼叫做購物 他們都不是重視 因為東京要購物 比你香港好很多 你猜不到 他最有興趣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中環街市當年的 因為正正好像你說 威廉河頓 來到那個灣際街市 他們很想看看 他們日本沒有的 例如 那些生的雞 生活跳跳的魚 甚至田雞 怎樣剝皮 怎樣可以在那裡擺賣 怎樣去宰殺 剝皮 那些人怎樣購買 你說奇趣鹿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他們感興趣的是這些東西 那當然 你可能不想銷售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記住 你面對那個客人 等於我們寫劇本 很多的戲 我都未必想寫的 不過有收視率 那我就寫 那這個就是 那個marketing 那現在這條片呢 除了一個主題不清晰之外 第二就是 你銷售一些 其實外國人 並不感興趣的東西 藍車 不是他們未見過的 這些在西方 在歐洲大把 大把 在這裏叫葡萄牙 高鐵 你銷售高鐵來做什麼 全國大陸都有 這裏有歐洲之星 我們英國 日本又有新幹線 那你銷售高鐵來做什麼 博物館 更加好笑 M加博物館 喂 英國的博物館 你比大義博物館 和八角羅浮宮 日本也有很多 這個博物館 玩具博物館 什麼博物館 舉這個例子 大家就不明白 你銷售一些 其實外國人 比你的更厲害 那你銷售來做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盲點 就是你不斷去銷售的東西 其實原來對方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們記得 沒錯 這個英女王來香港 都走去中環街市 沒錯 那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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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後面那些 香港的小孩子 個個笑面認人 是的 英女王不會走去 這個叫 半島酒店 找一些西裝骨骨 那些 是走來慰問的 因為半島和英女王 都是屬於同一文化體系 是 裡面的元素 但是呢 英女王走去中國 叫做香港人 那個基層 那個街市 他看到那些紅紅綠綠的東西 是吧 這個呢 大開晚大 是吧 這個呢 英國就沒有了 是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文化的認知 也是中國人一百幾十年來 很難跟西方接軌的其中一個環節 沒錯 所以整條片呢 我不是針對 他覺得肉華 我覺得這些東西 是否自暴其短 這是很難跟他們解釋 怎樣解釋呢 這是不是你自己的民族自卑感應 所以你花多少錢 你找什麼人銷售 找什麼公司做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那個受眾這段英文 你要知道是英語世界 是的 和國際社會 沒錯 那你面對著歐美 譬如英法 遊客 甚至意大利 這些國家 日本 他們的設施 他們的博物館 他們的科技 都全部高過你 你銷售它來做什麼呢 那是這樣的 那我再說回頭 不要說 批評 不要緊 第一次是由特首出面 是來銷售 這個真的是一個賣點來的 我唯一一個賣點就是李家超 他自己 我同意這個是賣點來的 我們看完這個英文 我們再看看普通話 這個叫做 即是這個叫 國語的版本 就更加 好 因為對於中國大陸的觀眾來講 他們不能夠想像 有一天 是習近平做了這個角色 我們來看看 你好 香港 歡迎你 快來感受 這個國際大都會的 獨特美麗 現在 在香港以新機遇 新機遇 新機遇 新體驗 創造 新優勢 看起新篇章 一起來重新探索 這個亞洲國際都會吧 我們香港見 看完了 今天當然有很多 吹無求疵的 這個叫李家超先生的國語 這個普通話不標準 不重要的 其實不重要的 你這些普通話咬字清楚 怎麼清楚呢 現在普通話 在北京來講 已經是那些下三男 那些胡同 那些大媽 那些已經成為主流 還有五十年代 香港那些國語的 真是國語片明星 那些嚴峻 黃來 那些國口有貴氣的 北京來已經有兩個世界 所以 不要吹無求疵 說別人的口音是不正 但是 這一段 它呢 明顯是給中國大陸的遊客看 那你就 有什麼賣點 他們會覺得 來香港 非要來不可呢 那 你想說 這個叫符號鶴 是吧 當然最好就是掃買 廣東道的 Gucci Viragamo Chanel 愛馬仕 但是我就怕 那裡有個版權問題 還有呢 始終你都是將那些 法國意大利的名牌 拿來跟自己呢 配這個 真的 是吧 我不知道 可能會被一些小粉紅 說你是羊老 說你是西方物質帝國主義的老弟 等等 但是呢 不等於說你香港沒有東西銷售的 是吧 沒錯 陶先生 我就覺得這樣 如果你面對中國大陸的遊客 而是用普通話 內容就不同 剛才我說 面對歐美的遊客 那你就應該呢 但是又是以受眾為主 其實大陸人喜歡來香港做什麼呢 很多的例子就是 我聽過了 就要入馬場 因為香港只有跑馬賭博 他們沒有 其實馬會 馬場跑馬是一個賣點 另外當然就是 美食那些我不再多說 這些就是大陸的東西 其實還有一些大陸人喜歡來的 就是因為以往香港殖民地的特色 我聽過以往 哎呀 特意要走去半島酒店 high tea 植民地 是啊 會不會這件事會被小粉紅說你 我不知道 我都說我不講政治 我講Marketing 我講怎樣去hit那些受眾 因為你要知道他們來香港 那一陣隨 難道貪你香港歷史悠久嗎 就是貪你有高鐵嗎 不是啊 高鐵大陸沒有嗎 人家成坤鐵路、青藏鐵路都有 對嗎 對呀 拔海拔三千多米 凍幾枝東西 整條鐵路 對嗎 人家大陸都被拿出來威風 對嗎 現在你銷售那些西鐵、高鐵 這些東西其實不是特色 是啊 即是甚麼特色呢 大陸的人下來怎樣呢 找明星 是 所以你串銷三個樣子 第一就是周潤發 這個叫上海灘 許民強 是吧 第二就是周星馳 這個叫審死官 和國產007的人 這套戲不可以提 下的時期 第三就是現在最hit 就叫毒蝕大狀 王子華時期 是吧 這三個頭像 一串出來 大陸人覺得親切 是沒錯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 其實以往 十幾二十年前 去韓國 都開始追韓劇的拍攝 大長金 譬如咖啡王子 最出名的咖啡室 現在還在 特意去那裡喝咖啡 以前講劇 都有很多這些地方 譬如 我經常開玩笑說 TVB 我都寫過 那些男女分手去哪 去尖東海旁 他都不明白為甚麼 分手要特意去尖東 講分手 去大道不行 這些你可以賣 可以銷售 作為一個港劇 或者香港電影 無間道的天台 是啊 你可以銷售 李家超 直接站在無間道的天台 辦梁朝偉都可以 一個你做王朝禮 做了一個叫曾國衛 是啊 兩個背對背 或者叫阿Sir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我們香港封關三年了 同志們 姓兄弟們 我們等你封關三年以後 等了三年又三年 我們大家來擁抱吧 這樣嘛 我剛才說的 叫香港式的普通話 就抄回無間道的封面 沒錯 隔壁找個保安局局長 或者你學 雙鴻 2007那場戲 就是這樣 叫李家超扮周星馳 拿著一杯Dry Martini 在豬肉桌上 叫曾國衛 拿著那抽不知甚麼 鹹水草那些豬肉 扮羅家英走來 這樣 他說這場戲 照做 要不去到盡點 大陸一定爆 對 我包你的小粉紅 和在大陸的微博微信 全部和你 一直充使到這個 呼和好得 和卯丹江 不怕你不看 就算你罵拿來笑也好 起碼已經銷售了香港 香港 這個主題是甚麼 主題就是影視 因為香港的影視 對於中國大陸人來說 都是集體回憶 現在當然不行 現在就流浪地球 大家可以 所以這件事 我跟他想 為甚麼沒有做 會不會是怕 這個所謂的阿爺 因為現在就說 為甚麼你的戲院 不做大陸的電影 做港產片 如果有個廣告的 這個經理 或者叫導演 一提這件事 周圍有些策略 就說不要 最近阿爺生氣 說香港的廣產片 那些戲院上得太多 不是吧 是啊 真的 都說不要了 即是說香港人 為甚麼你看毒蝕大狀 你不看流浪地球2 是吧 那流浪地球 就跟香港無關 是吧 香港有沒有流浪 有 BNO那些就流浪 是吧 然後大量乳血 拿著行李箱 逼爆這個機場 就流浪 是吧 那你不想說這些 是吧 要是 就是大陸人最缺乏 和香港在殖民地時代 就有那件事 就叫法治 是 毒蝕大狀這一場 即是 王子華 是不是很失意的時候 抬頭一望 就見到高等法院 那個頂 那個叫 綁著眼 那個女神 那個女神 是吧 拿著天平 是吧 這個就是香港法治的精神 是吧 嗯 綁著眼 這個呢 這個符號呢 亦都是對中國大陸的人 如果他們是兩面人的話 是吧 包括那些小粉紅 其實心裏面是期待的 司法獨立 還有有陪審團 所以這個宣傳呢 其實可以加長法庭的 其實這個畫面 因為大陸的法庭呢 跟香港不同的嘛 陪審員制度是殖民地才有的 嗯 所以你裏面 可以其實去法庭聽審 見下陪審權制度 這些又是呢 賣點來的 這裏沒有雙規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法治女神 綁著眼 那個呢 不是拉她打靶 或者呢 那時候跟她禁閉呢 是跟她問話的 是吧 就要解給那些大陸人聽 是吧 到底呢 這個符號呢 是代表了什麼 我們香港這裏呢 是有個所謂的 三權分立的所謂 等等 是吧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比較高層次一點的價值觀 是吧 所以就 今時今日呢 這個叫marketing 廣告啊 這些呢 即是一門非常高深的學問 是吧 今天我們已經講得太多了 這些其實呢 要收幾百萬呢 的顧問費呢 才會降的 不要緊 我知道你很聰明的 你已經量過了 是吧 就算你免費聰明的 他都做不到的 是吧 什麼原因呢 那大家眾所周知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 多謝各位呢 支持這個風雲谷 和風雲會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做會 好 但怎樣都好 真是由這個叫李家超 粉蜜登場 這件事呢 就真是 Eachibad 是 真是No.1 是 要幫他 加油 香港特首 加油 好 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下集再會 再見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風雲谷YouTube頻道 是在香港時間 星期一至六晚 十點播出 星期日會有合集重溫 現在每晚都有超過一萬位觀眾收看直播 每集的收看人次平均超過二十萬 而訂閱人數也向三十萬進發 《風雲谷》 是完全免費播放 我們兩位主持人 陶傑和白偉聰 就算長途不洩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目的就是為了盡善盡美 在新的一年 《風雲谷》會推出頻道會員制 加入的會員 除了專享《風雲谷》會員專屬影片之外 還會有專為會員而設的特別內容 外景特輯和直播互動等等 而我們也籌備著專為會員而設的 限量珍藏紀念品 當然不少得得意可愛的《風雲貓》 陶先生和鮑Sir親筆簽名的Postcard等等 作為對於大家長期支持《風雲谷》的一點心意 各位想做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欄 點擊最上面的連結就可以加入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會員專享之外 你還可以在直播或首播時段 使用專為各位會員而設的陶先生筆簽 下一階段 更加會有鮑Sir和《風雲貓》的筆簽 而在你的名字旁邊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頻道會員分章 這些都是我們對於各位支持者的一點心意 有心有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和鮑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兩位的Patreon 除了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各位下載隨時收聽之外 亦有陶先生和鮑Sir更多的文章和節目 和大家細細聲密密撿 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 《風雲谷》團隊一定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期待和大家一起攜手 翻山越嶺 走到黎明來到的一天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風雲瑪選手》 我們在對白天的表演